俄罗斯究竟有多开放?进入地铁逛一圈,看完你绝对不后悔 随着生活质量水平的提高,人们也开始注重生活的质量 出去旅游散心也变成了很多人的爱好 随着旅游业的飞速发展,外出游玩也变成了尝试 很多人在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后,也会选择去领略外国的别致风光 就比如说美女如云的俄罗斯 大街上到处都是肤白貌美的长腿小姐姐 而且俄罗斯非常开放 那俄罗斯到底有多开放?小伙伴们知道吗?进入地铁逛一圈,看完你绝对不后悔 在俄罗斯有一个让大家惊掉眼球的习俗 在这一整天里不穿裤子,在地铁站里到处都是两条白花花的大长腿 原来这是俄罗斯的无库日,即使是在冬天,他们也不会穿裤子 所有人都不穿裤子,只穿着厚厚的上衣来搭乘地铁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人们不要那么保守,但有很多人无法理解 如果在无库日去俄罗斯旅游,走在地铁站里 到处都是白花花的大腿,确实让人很不好意思 真的是不得不说俄罗斯实在是太开放了 这样的画面也就只能在开放的外国才能看见了 他们认为这可以为生活增添乐趣 但这种事在保守的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 虽然我们不认同,但还是要尊重每个国家的人文人话 对此,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吗?